没有回来 谢儿没有回来 开什么玩笑 这里是我们的内心 准确的说是谢儿的内心 内心映照出的场所还在 心灵的主人却不见踪影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 她明明 应该一下就回到这里的 谢儿 我们究竟 谢儿 你是在找我吗 你是谁 我是谢儿啊 怎么 你不认识我了吗 你为什么能进入这个房间 难道说谢儿不见了 也是你在捣鬼吗 你在说什么 谢儿 我 我 我再问一次 你是谁 我 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是因为获得了房间主人的许可。 啊?你这家伙,是真的想死吗? 锡儿怎么可能允许你进入这里? 不,我说的房间主人,是你。 什么? 你还不明白吗? 这里并不是他的心灵空间,而是你自己的内心。 你感知到了我,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出现。 你对我感到愤怒,所以你的手中才会出现武器。 少胡说八道了,这里是锡儿和我,我们... 不是你们,只有你。 原来如此,你是在害怕得出这个结论吗? 那么,就由我来代劳吧。 住嘴! 你和锡儿早已不是互为一体的关系。 住嘴! 你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这并不需要身处量子之海那样的前提条件。 你自由了,锡儿,我为你献上诚挚的祝福。 住嘴! 我明白了,这对你来说,还需要时间来适应。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胡言乱语吗? 死人,就赶紧乖乖闭嘴吧! 非常感谢。 啊? 虽然我此刻并没有死,但是被称为人,我深感荣幸。 这的确是最高的赞誉。 哼,和雨兔一样病得不轻。 这是谁制造的幻觉,倒是不打自招了。 不过,比起对话,还是亲眼见证更容易让你理解当下的状况。 那就醒来吧,回到开放的世界中,用你自己的身躯去感受这种自由。 谁要听你的?快滚吧,我在这里还有事情要做。 不,你一定会醒过来的。 因为,边境,毕竟非常寒冷。 蛤?你在说什么? 这是... 这是什么鬼地方? 被雪覆盖的,废弃村落? 刚刚那个幻觉说这里是什么边境? 又是哪里的边境? 这里...究竟是什么世界? 是之前那道门的另一边吗? 总之,得先找到希儿和苏珊那儿。 往前走走看吧。 这群怪物还真是因果不散。 你给我死吧! 和这些家伙战斗的手感,这里真的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不仅如此,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所有的感触也都很真实。 哼,以那个女人现在的能力,恐怕很难够造出这么贴近现实,又规模庞大的梦境吧。 但我的力量,希儿甚恒的力量,的确可以正常使用,在...在... 在我完全找不到希儿的状况下。 你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这并不需要伸出量子之海那样的前提条件。 你自由了,希儿,我为你献上诚挚的祝福。 难道真的如他所说? 呸,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 哼,就算我巴不得能变成自由之身,不用再照顾那个娇弱的大笨蛋, 但他也还是没... 离...离不开...我吗? 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啊? 恐怕他现在就因为找不到我,骑得快要哭了吧? 哼,真拿他没办法。 还是看我赶紧找到他吧。 哼,那 вам更多的一切可怕的地方。 - 投台太高了!- 跪下!- - 那边的小姐!请留步!- - 谁在说话?- - 是我!在这里!- - 原来如此,量子之海又演化出新型的怪物了- - 等一下,我不是怪物,请不要杀害我!- - 你去照照镜子,还有比你更像怪物的东西吗?- - 请相信我,虽然我现在变成了这副模样- - 但我以前也跟您一样,是火身上的人类啊!- - 人类?- - 他没有撒谎,我们都曾经是人类- - 你们究竟是?- - 请不要惊慌!- - 我们也没想到- - 会有人来到这荒凉的边境之地- - 我们是生活在沙铁国度的居民- - 沙铁国度?- - 没错!小姐,你没有听说过吗?- - 您果然是从外面的世界来的吧- - 外面的世界?- - 这里果然是世界炮啊- - 沙铁国度的居民- 都长你们这个样子吗?- - 大部分是- 但偶尔也有比较完整的- - 完整?- - 你们叫着我- 是有什么事吗?- - 我们想请求您的帮助- - 帮助?- - 是这样的- 从世界外到来的小姐- - 我们是沙铁国度的居民- 如您所见- - 已经失去了人类的心体- - 只剩下的一抹光量- 作为存在的证明- - 为了让这抹光量存续- - 我们必须失常沐浴月光- - 月光?- - 是的- - 在我们最大的绿洲城市上空- - 有一轮不沉之缘- - 恒久的散发着柔和- - 静谬的月会- - 只要月光还必有着我们- - 我们就不会消失- - 就不会被遗忘- - 你是说- 只有受到月光的照射- - 你们才能以这种姿态存活- - 明明见得真快- - 而不幸的是- - 月光无法照射到这偏远的边境之地- -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到这种地方来- - 当然是因为- - 这里是最先交融的地方- - 伟大的仙城- - 会以这里为起点- - 赋予我们全新的生命- - 哈?- - 您不用理会这些话- - 我们只是因为要办一些事才来到了这里- - 芭城是他们的某种信仰吧- - 真麻烦- - 既然是这样- 那我也帮不上忙- - 我还能把月亮搬过来不成- - 我还有急事- 仙师赔了- - 不用不用- - 其实这附近有一种特殊的结晶- - 我们称为月炎- - 这种结晶散发着淡淡的白光- - 能起到和月光一样的作用- - 哦- 没事没事- - 我们已经发现了月炎的位置- - 您只需要帮我们采集一些- - 放在合适的位置就好- - 可能的话- - 我们也想自己去做- - 但是如您所见- - 我们没有可以自由使用的双手- - 如果您不帮我们- - 我们就只能在这里等待消失了- - 啊- 仙者大人- - 唉- - 行了行了- 我就帮你们一把- - 省得以后某个笨蛋在念叨我- - 啊- 真- 真的吗- - 您真是一位好人- - 赶紧父亲- 赶紧父亲- - 总归的小姐- - 见我希儿就好- - 是希儿小姐- - 月炎除了发光- - 还有吸引怪物的特性- - 请务必小心- - 这里的怪物伤不了我- - 你们自己小心- - 别被一口吞了就好- - 希儿小姐- - 月炎就在那边- - 原来如此- - 好- - 你先退开吧- - 值得的- - reached열 teşekkür- - 前路上你弹开吧- - 马园丰自己估设计则用头了- - employed happened- - haw 时我手不得了- - %, - 放开 simplement- - 给inned которых都积多少也提到了 - 悲洞不上加蜀的設定数- - 松轶的运劑上有消失点- 好好取悦我吧 给我 死吧 不愧是汐儿小姐 不愧是 接下来只要把这块石头放在你们居住的地方就行 没有其他事了吧 当然当然 请跟我来 不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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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是 手 汐儿 汐儿 你在那里吗 嗯 总算把国际刑警的那帮官僚对付回去了 怎么样 长光那边找到希尔和苏珊娜了吗 这下麻烦了 什么麻烦了 你能不能把话说全了 前界议程 无法搜索到希尔和苏珊娜的信号 但现在更值得担忧的是 这可能是一场世界性危机的先兆 你的意思是 他俩的失踪 不会是孤立 很可能不是 毕竟想要躲过千界议程的搜索 排除掉太空深处之类显而易见的错误答案 唯一的结论 就是他们目前所处的位置 与本正世界不在一组维度基底之上 考虑到希尔和苏珊娜的全能没有出现议程 那么这个位置 大概率位于量子之海当中 但问题也就在这里 我是指量子之海 这次打通现实世界的位置 那肯定就是在长空室吧 说不定离之前的虚数起点 有没有搞错 量子之海的渗透点 竟然出现在过往虚数起点的附近 这怎么可能 他们应该互相排斥才对啊 怎么会在凯亚娜的全能之外 还有什么类似中央的力量 能够强行统合一切 不不不 冷静 冷静 尼古拉小姐 这只是一种我们尚不了解的世界机制罢了 嗯 但 既然它是一种世界机制 那么受影响的地点 恐怕就不可能只有长空室一地 保险起见 我已经拜托长光用签接议程 搜索其他女武神和相关人员的位置 如果条件许可 最好也能与前往了某个世界炮的幽兰戴尔 和丽塔取得联系 不过 考虑到当前的状况 本身就可能源自量子之海的异常波动 短时间内 我们或许无法期待来自他们的支援 那 要召集圣佛雷雅的那批人吗 嗯 我已经和盟主主义联系过他们了 在这一方面 值得担忧的是 我们一直没有联系到浮华 诶 这怎么会 是啊 之前考虑到紧急状态下 如何帮助十只律者的问题 长光特意帮他改造了设备 在他的手机上 集成了随时可以呼叫 牵接议程的功能 照理说 他应当是全世界 最容易被联系到的那个人才对 嗯 邮件 长光的这 发 原始发见人 不明 嗯 嗯 啊 哇 好厉害 这是什么地方 北极 雪国 圣诞老人的故乡 简直像是童话里的景色 我懂了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量子月牵吧 等等 这里可能真的是一世界 苏珊瑶 啊 雪儿 快来看呀 好厚的雪 整个世界都是白色的 不好意思 我有一些兴奋过头了 毕竟在我的老家 别说这种铺天盖地的大雪了 连一片小雪花也很少见到 虽然来到天命总部之后 我也见过不少雪景了 但还是忍不住每次都大呼小叫 亚尔维特没少因为这个笑话我呢 嘿嘿 原来是这样 说起来 你之前好像不太舒服 已经没事了吗 哦 哦 对啊 这方面 好像是没事了 可能是我已经适应了量子之海 亚尔维特也总说 我最大的强项就是适应力呢 嗯 或许是因为环境改变了吧 这里有规则的建筑群和生活设施 很明显有人居住过 我们现在很可能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炮里面 不过 我刚刚可是被那扇传送门吓得不轻 那道白光 我还以为自己要被分解成原子了 汐尔你没事吧 还有另一位汐尔也 诶 另一位汐尔 他去哪儿了 等等 我确认一下 他之前确实和我们在一起的吧 应该 不是我幻想出来的 别急 苏莎娜 只要不出什么意外 他一直都和我在一起的 哦 对对 那才是正常情况来着 那 我们快叫他一下试试 嗯 我也在这么打算 汐尔 我看见他 什么也没发生 好像 什么也没发生 怎么会 汐尔 难道说 他现在 嗯 我 我完全感受不到他 这种情况 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汐尔 汐尔 你没事吧 你脸色很不好 不要紧吧 我...我...我... 汐儿! 不要紧的汐儿 无论如何 大家进入的是一扇传送门 这一点没错吧 那么 按道理来说 我们都应该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另一个汐儿不在这里 或许是因为 那个 毕竟是量子之海嘛 空间什么的都乱七八糟的 它或许是被扔到村庄的里头了呢 又或者 它先一步到达 发现了某种危险 为了保护我们就抢先行动了 对 很有可能 总之 作为一名天命女武神 我觉得我们需要立刻行动起来 嗯 我们去找另一个汐儿吧 苏珊呢 嗯 你说得对 我们去找汐儿吧 嗯 这才对嘛 他见不到我们 一定也跟你一样着急呢 虽然相处的机会不多 但我能感觉出来 他非常非常在乎你 谢谢你 苏珊娜 别这么见外了 能够互相帮助 这才算是好搭档嘛 哇 这里真的到处都是雪呢 或许这就是一个 常年积雪的世界炮 那些房屋的屋顶 都有一定的坡度 墙体也都比较厚实 确实 哼 不愧是雪啊 观察得真仔细 没什么 在西伯利亚 类似的房子其实有很多 不行 这扇门纹丝不动 根本打不开 我们还是找找别的路吧 西伯利亚 苏珊娜 你有没有觉得 这扇门 跟周围的景色 有点格格不入 嗯 确实 门上好像还有一团 黑乎乎的东西 看着 消失一朵花 这扇门 似乎没有门锁 也没有门栓 为什么会打不开呢 这个呢 会不会就是那朵花 才让它无法被打开 我在说什么呀 就算是在世界炮里 这种设想也太跳跃了吧 哎呀 你的角色都成敏锐了 小姑娘 啊 声音 谁 谁在说话 世界炮里的人 快出来 不要吓我 可是 我明明就在这儿啊 鬼 鬼怪 幽灵 隐形人 真是的 刚管你敏锐你就犯伤 我是在这扇门的后面啊 嗯 什么啊 你不会是专门躲在门后等人靠近 然后再突然说话吓他们一跳吧 喂 谁目前能没事干 这都这么无聊的事啊 那你躲在门后干什么 当然是在走人把这扇门的门打开 所以我这边是不可能不得了 但从我们这边好像也打不开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用对方式 我都听到了 你们说那边的门上有它黑风的东西 那是这个世界炮特有的一种能干扰空间的物质 不过幸好 边境村里就有一种能相处这种物质的结晶 叫做光源 你们能找来几块吗 那样应该就能把门打开了 等一下 您刚才的原话是 这个世界炮 有什么问题呢 我好歹也在量子之海中的漂泊者 知道这里是一个世界炮很奇妙吗 量子之海的 漂泊者 听 听起来好帅气 能请教一下您的名字吗 啊 嗯 虽然告诉你们也无妨 不过还是怎么拿你们把门打开之后再说呢 你们想啊 就让我现在告诉你 你们也看不到我一样吗 这样反而挺奇怪的 不是吗 嗯 总觉得 是个非常讲究的人呢 但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 一次性多问出一些东西 抱歉 门后的小姐 虽然我们也想帮您的忙 但是 我们自己也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对对 我们还要找我们的同伴呢 他一定还没走远 同伴吗 也好 那就先让我来帮一帮你们吧 你们是什么时候和同伴走在的 大约 十到二十分钟前 那时 我们刚刚进入这个世界炮 所以精确的时间 有些难以估计 那首先可以来出 他通过了这扇门的可能性 因为我在这扇门后 已经待了一小时以上 门一直是关着的 而且 这扇门是离开北京村的唯一出口 也就是说 你们的同伴一定还在所有中的某处 原来是这样 这还真是个重要的情报啊 西亚 嗯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那我们快去找他吧 大约 虽然你们要去村落里面 就顺便找一些光源带过来 等你们找到同伴 想离开这个时候 也还是需要打开这扇门 而且 我提供的信息也帮助了你们 是吗 嗯 您说的没错 可是 我们既不知道这些光源的具体位置 也不知道 他们究竟长什么样子 这不好办了 等你们到村落里面 注意看我们提示就好 提示 看到的时候 你们自然就明白了 好了 过去吧 你们的同伴应该也很焦急 不是吗 嗯 那我们出发了 嗯 嗯 嗯 你看那边 那边 应该就是刚才那位小姐所说的提示吧 我们去看看吧 这是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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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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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呃 又是隐行人吗 傻瓜 还是我呀 啊 是门后的那位小姐 没错 这就是我为你们提供指示的方式 这是一种操控音符的能力 可以将声音投射到远处化为文字 也可以通过声波传回的间隔 判断你们的大体位置 哦 哦 就像鞭 不许说像蝙蝠 你先说出来了 那不就证明你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吗 嗯 总之 你们只要遵从音符转化出来的文字指示 就能找到光颜啦 数量的话 五块左右应该就足够了 明白了 不过 预先打个招呼 光颜因为其特殊的作用 似乎都被以前在这里生活的人们 保存在了摄有机关的密库中 而且 另一方面 光颜本身也会吸引来量子之海中的怪物 怪物和机关嘛 嘿小事一桩 我们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好呀 那我就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啦 这个边境村还挺大的 就是没见到一个人 这里似乎已经被废弃了一段时间 汐儿 好像不在这里呢 没 没关系 我们再往里面走走 啊 光颜 应该就是这个吧 果然在发光 可是 为什么是颜呢 先不管啦 反正 再收集四块就可以啦 好看 我都好看 来吧 是啊 你要怎么看 哪有 好 这里是... 西尔,你怎么了? 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的猎戏吗? 当我在西尔拉之家第二次看到那种猎戏之后, 我就突然进入了一个类似梦境的场景。 那个场景和我现在看到的一模一样。 同样的街道,同样的雪,只是天色更暗一些。 你是说,你还在西尔拉之家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过这个世界炮里的景象? 我和你一样感到不可思议,不过,这或许说明了一件事。 什么?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炮,应该不是出于巧合。 雨兔,或者其他什么人,从一开始就希望我们到这里来。 至少,是希望我到这里来。 利系,或许是她的一种安施手段。 她想让我先认知到这个世界炮的存在。 让你认知到世界炮的存在? 就能把你引导到这里来吗? 具体的方法我也不太明白。 雨兔的能力同时涉及到意识和空间的领域,或许也能结合起来运用。 不,还是先不要一测太多了。 嗯,不过,既然知道雨兔有意将我们引到这个世界炮里来, 我们在这里,可要多加小心了。 是的,毕竟我们对对方的真正目的还一无所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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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很顺利。这里的光源也可以收下了! 嗯…… 啊…… 怎么了?还有开路的机关? 不...不是。 我刚刚碰到这块光岩石,好像碰到了什么柔软的东西。 不软啊,硬邦邦的。 只有刚才的一瞬间有这种触感。 应该是我的错觉吧? 可能是因为这里太冷了,手给动麻木了吧? 嗯,或许就像你说的这样吧。 味噌月的世界能够在下的角色上期间, 我们变了一同中拥的国家。 从头来的富凡都是刚idade尾牧的厄物。 oine有请人平,明天迟ctionsvir представщее, 怪物,果然出现了。 不見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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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